慧林时间,大家好,我是慧林,法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,主要讲解卢浮宫。 今天我们走出卢浮宫,走过鲜谢丽舍大道,看看包裹凯旋门。 话说这个凯旋门是巴黎最著名的标志之一,叫做雄狮凯旋门,位于戴高乐馆场的中央。 这个馆场也叫做新兴馆场,因为以凯旋门为中心,有十二条笔直的大道直直的通向远方,空中俯瞰,宛若星辰。 但是2021年9月18日到10月3日,这座凯旋门被包裹了起来,成为了一个艺术品,设计者是保加利亚艺术家克里斯托夫妇。 从设计到完成,用了60年,整个作品的展示只有16天,费用为1400万欧元,相当于大约1亿人民币,全部资金由艺术家基金会承担。 包裹凯旋门的材料是什么呢?就是惠宁手中这种材料,是可以回收的银蓝布,材质是聚丙星之物,大约25000平方米,足以覆盖5个足球场。 打包用的红绳长约三公里,大约是从凯旋门到卢浮宫金字塔的距离。 克里斯托夫妇包裹的布置凯旋门,此前还有德国国会大厦,巴黎新桥,比斯坎湾的岛屿,意大利的码头,科罗拉多的山谷,还在纽约中央公园搭建过7500道门,等等。 但这一切的开端正是在巴黎。 1958年至1964年,克里斯托生活在巴黎,正是这段时间他和妻子产生了包裹公共建筑的想法。 而他在巴黎的第一个公寓就位于凯旋门附近,这是他熟悉的建筑。 他在1961年就完成了包裹凯旋门的设计。 谁曾想到故事的结尾,是在包裹了一圈世界各地之后,甚至在他们已经去世后,这个凯旋门才真正被包裹,仿佛一切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。 熊狮凯旋门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的伟大战功而修建的。 法国国庆阅兵最有影响的示威游行都常常是以这里为起点。 但现在这一切都被包裹,凯旋门终于展示出本来的面貌,不是为政治,不是为狂欢,不是为争论,而只是作为建筑,处立在巴黎的天空与大地之间。 包裹的银蓝色织物轻盈而灵动,像是巴黎的云,也像是塞纳河的水,更像是凯旋门的皮肤。 这一次,他终于感受到了风。 克里斯托的艺术品都只有一次,此前从来没有做过,以后也不会再做了。 虽然只展示16天,但惠林把它记录在视频里。 是的,你们看到的凯旋门也许已经恢复原貌,但是艺术家曾经来过巴黎, 她的作品也来过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作品实地观赏,跟看张图片感觉不一样。 因为凯旋门高约50米,框约45米,大与小,呈现出来的艺术感染力是很不一样的。 那么,这样的一个艺术品,你喜欢吗?为什么呢?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,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请您点赞和订阅。谢谢。 婚礼时间,法国巴黎。